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軍人跟志工在大太陽底下 不停擦著汗 搬運重建用的建材 日本在歷經豪雨災情後 又迎來熱浪 嚴酷的氣候 讓復原工作更加困難 被要求每工作二十分鐘 就休息十分鐘 不是沒有原因 連日的熱浪 讓京都最高溫飆到三十八點八度 造成全國上千人送醫 甚至有人被活活熱死 而鄰近的南韓大丘 也同樣飆到三十七度 這樣的大熱天 南韓高鐵KTX的冷氣 竟然接連故障 從廣州出發的列車冷氣 突然故障 窗戶也無法打開 整個車廂頓時變成烤爐 讓乘客們快被烤成人乾 甚至有人受不了 提早下車 故障的冷氣到最後都沒有恢復 整車的旅客就這樣被悶在烤箱中 整整兩個小時 最後KTX竟然只願意補償四分之一的票價 讓民眾十分傻眼 連續的酷暑 讓日韓兩國事故頻傳 但高溫預計還會持續 氣象局也只能叮嚀大家 要多補充水分 賽利新聞 雪昭珍報導 抵辱